那么下面呢咱就继续 你学完了这个生存器 迭代器之后 他们到底能够干件什么事情呢 咱们迭代器已经说过了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生存器到底还可以能够干什么 生存器保存的是代码 听懂了吗 生存器迭代器都是保存的生存数据代码 而不是保存的结果 这是一大特点 那么这个生存器 它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实现多任务 它怎么实现多任务 来 前面的东西都是铺垫 然后这个地方还是你接下来 要理解的东西 12 什么呢 使用yeld 使用yeld yeld 完成多任务 点py 好了 点py 来 看我这 我接下来有个任务 叫task下火线1 这个就很简单了 干件什么事呢 y2 y2 这个够简单了吧 答一个1 来 time.time.sleep 然后0.1秒 然后两个小g 回到前面去 再控一行 控两个行 import time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没想到还有一个这样的函数 p 然后呢 这个地方打a 回到最后去 把这个改成2 www 然后呢 换成2 我的目的 想让这两个函数一起知晓 你会怎么做 多进程学过了吧 multiprocessing.process 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 创建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指定tarket 是不是task的1 task的2 是不是可以指定了吧 现成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今天咱们讲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写成 那么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用的咱们刚刚讲的要的 嘴咖 我接下来写上一个地府 写上一个曼函数 然后我曼函数的想干什么呢 我还不确定 来我先把这个给它补全了 我想把它给它补全了 正常情况下的就是按了我原来给你说的流程 先写a符再写卖 听懂了吧 接下来回到卖里边 现在干净什么事情呢 哪个地方扫一括号 第21号 OK 不错啊 不错 谁给大家 刚刚发生了什么 来怎么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一开始写这个程序了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写的 不敢相信 那么接下来要干净什么事情呢 让它执行 注意听 我是让它两个一起执行 那怎么做呢 那有人说 能不能先执行task1 然后执行完了之后 YYP再执行task2 你觉得能不能 打死你也不行啊 这不是咱们原来选的 那个普通函数吗 对吧 打死你也不行 来拍张三 来12 走 从来没有2吧 都是打一个1 肯定这不是多任务啊 这哪什么多任务 这是单任务嘛 那接下来怎么多呢 首先 你想方设法 在你的程序里边 加上一个东西 在哪加都无所谓 加上一个东西 叫做YEL 就加上一个页子 后面写不写东西 你写10 写100 写1000 什么都可以帮写 就想用页子 好了 来YEL YEL 我是不是就写了个YEL 那么接下来 我的第49行 第20行 还是调用函数吗 1920行 还是调用函数吗 变成什么 生成器对象 比方说T1 等他 然后这个位置T2 等他 那么接下来 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让我的慢函数 里边来一个YO处 来一个YO处 我发现咱们班里边 很多人写YO1 是吧 把YO1抹掉 我见了不止一个两个了 YO1能实现此情话 但是不要怎么写 C语言 C加价才写YO1呢 Python写YO2 你听懂我想说什么了吧 实现同样的认为 还有很多呢 你咋不写YO100呢 你咋不写YO200呢 你咋为啥写YO1等1呢 为啥不写1.1呢 对吧 这其实 最后在Python里边 想要实现此情话 写YO处 听懂我意思 写YO处 不要写YO1了 以后又改了 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请问 NestT1 意味着啥 就从这里边开始执行吗 YO处 死心环 答应一个1 是不是延时0.1秒 是延时0.1秒吧 0.1秒之后 请问是不是1要的 是不是停了 他一停会怎么着 所以我这是不是就执行吗 你也没有执 我也不用保存 没问题 可以 接下来这个曼函数可以执行 曼函数执行的时候呢 我又调了个Test2 Nest2 啥意思呢 是不是他就开始 通过去执行 从这执行 延时0.1秒 0.1秒之后 是不是又要的 是不是又回来了吧 好了 接下来我又YO处 这个又怎么着 他上一次停在这了 下一次是不是应该是 从下一号代码执行 是不是又通这 是不是开始执行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来下结果 本来我是先从这执行的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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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的时候 我先执行一下这些代码 执行到这 我回个头来 接下来再执行这 也就是说 我本来是要过去执行了 但是他让我结束了 我就回了 回来的时候呢 我再执行这个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 他也让我回来了 我接下来回来的时候呢 我再去这个 我再回来 我再去下一个 再回来 再去下一个 再回来 再去下一个 请问诗像是什么东西呢 来 Python PyT一次 3 3 12 走 是交替的诗像 都认用了吧 通过吗 咱们原来说过一个点 叫做病情和病发 还记得吧 这是什么 病情啊 什么叫病情 你这个不知道答的好 什么叫病情啊 病情就是我有两个任务 但是我当前我有四个CPU的核 一个任务占一个核 每一个都在做 这叫病情 什么叫病发呢 我有很多任务 但是现在只有两个发动机 或者只有四个发动机 只有四个核 我有很多 只有四个怎么办 我交替执行 懂我意思了吧 这叫病发 假的叫病发 真的叫病情 请问咱们这个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个假的呀 那么大家也没发现个特点 先让这个函数 先执行一小块 然后我再通过这个地方 再去调用下个函数 一小块 然后我再回来 我再去调下一个执行小块 下一个的一小块 最终是不是实现了 多任务了吗 而且这种多任务 看上去是怎么着呢 就像调用一个函数一样简单 是个道理吧 那么最后的节奏就来了 进程 现成都能实现做任务 你讲协程 为什么 所以那一点 进程之间切换任务 在用的资源相当大 你懂我意思了吗 而且你创建一个进程 要从硬盘上 有加载代码 要申请内存空间 接下来就怎么样 是不是很复杂的过程 创建进程 释放进程在用的资源 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 那么又说进程 没有现成效率高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简单言之 进程在用资源浪费 现成更少 那比现成更少的是谁呢 协程 对咱们今天刚刚讲 说的更直白的讲吧 通过要的实现的效果 你看上去是一个现成在执行 但是这个现成的特点是 一会执行一条块你的 一会执行一条块你的 一会执行你的 一会执行你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只要它没有延时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两个 well true 你没发现 什么就是两个well true 一起在执行了吧 你原来的时候 你能实现吗 达分你实现不了 你把它换成return 请问能不能实现 百分之百实现不了 而这个地方 是不是相当于 咱们让函数先反停 你过一会再执行 是个道理吧 最终两个well true 甚至是多个well true 一起执行 不仅进程 现成可以实现 斜程可以实现 斜程的一大特点 调用一个任务 就像调一个函数一样 它切换的资源 最少 听懂我意思吗 而进程相当多 现成次质 最少的是斜程 最少的是斜程 好了 这就是它 那这就是它